我看好多人都在评论区里 说我妈在电视台上做的方便面披萨 为什么我没有尝到 不行 我们去招拉她 做的方便面披萨 给你儿子吃 你还是我亲妈妈 我也要吃 家里没有方便面了 洗碎去 不是我想吃 是你的粉丝想要教程 那行吧 我突然想拿一个好主意 正好趁机解决一下冰箱的库存 把这些搞成一个披萨盲盒 冰箱里总有剩了一点点的东西 所以才忘了吃 今天正好拿出来 搭配个八拼披萨 说方便面不健康的 确实有点误解 就像上次在电视节目说的 它只是营养单一 就跟普通的主食一样 方便面做披萨底 一定要煮到半干 太软了口感可就不好了 每次吃披萨 这小子总是剩下后边不吃 这下肯定不用担心了 芝士肯定得厚厚的一层 再用青椒搞个分界线出来 就开始码食材了 第一种 三文鱼蔬菜 第二个双色香肠 剩米饭 汤圆 黄桃 榴莲 鸡肉BBQ 还少一个呀 对的 还有一盒龙虾仔 完美 最上面 再来一层厚厚的芝士盖中 烤完就可以猜了 用口出炉 现在还确实看不出来谁是谁了 我先来个龙虾仔子尝尝 妈呀 看着就好吃 没想到汤圆达芝士也这么好吃 好了没有 我的大手套了 来了来了 今天给你做了一做八匹披萨 八匹 这两块呢 你这是让我拆盘盒吗 先来这 榴莲 这么做绝了 这是芒果的 黄桃 我不是就已经超到了三分一的 这不会是我昨天蒸炒饭吧 这个太绝了 你放胶的鸡是还挺好吃的 下来一个 我知道了 逼逼逼 宝 你做什么成这样玩 你给我吃来 我这些写作业了 快点准 好 我应该要比不上 这一些绿子 我应该要吃了 我应该要吃了 不然 我应该要吃吃了 这些绿子 就要吃了